字幕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動画 字幕 李宗盛 音樂 字幕 李宗盛 第二巔ную的應用 那一个这样的演绎性的理论 到底对不对 要看它的一些结论 是不是跟这个经验相符合 你就要知道很多具体的例子 尤顿第二顶礼 好 这个 这个F 等于这个DT DMZ 那力等于动量的变化率 这个牛顿第二顶礼 那我们第一个例子就看 这个亚里斯多德说 这个一个重的物跟一个轻的物 掉在地上之后 这个重的物先到达地上 这个轻的物比较慢 他举个例子 就一个球跟一个羽毛 对 那 那 加略就是有办法把 这个受到了这个重力作用 跟他所受到空气的阻力 把它这个分开来讨论 把它理想化 先把这个 先把这个 空气阻力忽略不计 所以两个球这样子放下来 大约是 同时在毗萨铁塔上这样放下来 同时大概到达这个地上 那这样的东西 这个 那 我们 这个 那 这样一根羽毛 那我们把 假设把它这个理想化 这个力的话 力它所受到的力的话 除了这个重力作 重力之外 有这个mg 那 另外有这个浮力 这个浮力 浮力 假设是 这个跟它的速度 成比例的话 这个b 负的 那 这样的话 那 这两个写出来的话 大约是这样 这个 我们先把 那我们在这边 假设我只考虑这个一维的问题 那 这个只有z方向 这个 这个重力是沿着 这个是我们的z方向 那这样的z算正 这样z算正 那 那这样我就可以把一个三维的这样的方程式写出来 就是dtd 我们只要看这个z方向就好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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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力方向是这个正的方向 那所以我们这就是这个mg 那这个空气的阻力 是这个负的 那我们要 这个 所谓解这个方程式 就要找到bz 作为时间的一个函数 应该是 什么样子 这个 作为时间的函数 应该是 什么样子 那 这种方程式 就是一般的解法是这样 那 我假如两边可以把这个m削掉的话 这个 我先这个 把它这个 两边削掉m 这个 g 那 然后我把 这个 四子的右边除过来 好 这个除过来 那 这个样子 有点像 这个样子的形式 有点像 我们要 想把它写成 这个 并不难 这个 你把它 这个写成这样的话 我就 这样的东西 我可以积分 对 我们上次说过 这个形式的积分 你很容易 要不然用这个变数变换 要不然用 好 这个 好 这个 你就去找 对 好 那 找出来是这样的 好 那 那 很显然 假设我这样的东西 对 好 这样的东西的话 好 这个东西 我们假设 这个东西 假设我们设 这个是Fx的话 这个 这个 DT D FT FT的话 这个 这个假设是FT的话 那这个DT DFT 是多少呢 好 这个 DFT 这个是多少 这个是负的 这个负的M分之B 这个 DT DBZ 这告诉我们 这个 这个 这是等于 负的B分之M 这个就不难 去做积分 你把这个东西两边对这个 你把它 这个G 那这个 这个两边对T积分 对 这个对T积分的话 这个 那 这就是T 对 那这说我从0时刻到 或者我用这个 T'时刻 对 没关系 这个两边对T积分 这是E 对 那E积分这边 右边很简单 就是T' 这样的 对 那左边呢 左边你把这个 带进去的话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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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负的Mb 对 我们把它拿出来 负的 B分之M 这个你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 这样的东西 对 这个把它这样子 这个是 DT DFT 对 那 这个 你可以直接把它 写进来好了 这个 把这个 这样 对 那 这个 对T积分 对 这个0到 这个T' 这个0到T' 那我们先把 这边 这个 沉过来 就可以 这个 把它沉过来 是比较好的 这个没关系 那这边呢 这边你看 这个就是 这样的积分 什么东西的 微分会是 是这样的 这个是 好 我们 微积分 可以从 微积分 基本定理 先来 好 对 这个 微积分 基本定理 什么东西 是这样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 DTD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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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f 对 我们上次说 这个是 这个 logft 对 logft 这个ft就是 次G减掉 对 然后这个对T为分 好 这个等于T'对 好 那这样你就很简单 你这个 这个微积分 基本定理 告诉你 这个是什么 这是 微积分 基本定理 告诉你 它解出来解 就是这样 对 好 那我们最好先把这个 搬到这里 这个 这个是 搬到这个 四值的右边 是 n分之 b 负的 T'对 好 那 这个四值的左边 是什么 积分G出来的话 这个微积分 基本定理 就要告诉你 这是log G减掉 这个log 对 好 这个 对 然后减掉log 减掉log 在零时刻的这个 好 这个是这个log里面的 这样子 对 那右边是这个 这个 M分之B T'对 那这边log你可以把它变成相除的形式 然后两边指数化 对 这个G减掉 M分之B 那 这个Log要把它去掉的话 你就把两边指数化 对 对 这样子 那 我们要把它求出来的话 你把它乘过来 对 把这个 把分母乘过来 把分母乘过来 到这边的话 我们需要知道 这个起始 起始的时刻 零的 这个时候的速度 那我们假设是这个松手 不给它一个出速度的话 我们假设这个BZ 好 这个假设这个 假设我们的起始是这样 好 这个BZ0的话 是等于0 那 这个 好 这个 这边 你就可以把 好 这边你马上就求出这个BZ T' 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你把它搬过来 好 然后 这边角色是0 没有对 基层上这个 这样的东西 对 好 那 这个可以得到这个基层 1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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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负的 M分之BT' 对 这样子 对 把这个搬过来 好 这项搬过来 是这个 好 在乘上 这个M分之G 除B 好 这样 好 那你把这个图画一画 好 这个BZ 你在这个T'等于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指数这个负的无限大是一个0 对 所以 到了无限大时刻的时候 它会 它会这个饱和在一点 那这一点的速度是什么 MG 除上B 这样大小 对 好 渐渐趋近 好 那开始是0 对 这个0时刻的时候 它是这个0 好 这样B进 好 这样B进这个 这个 好 到时间无限大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个等速运动 好 那这就是你在MG 游滴实践的时候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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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空气的阻力 跟重力的话 你假设即使没有一个外加电场作用的话 你在这个显微镜底下看到这个东西是一个等速运动 那你再加一个均匀的电场在里面的话 假设它有带电荷的话 它又给你一个又给你一个均匀电场的受力 也是一个常力 对 好 好 那 给出了这样 那它最后的所谓的终端速度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游滴所受到的重力 可以除掉这个空气阻力的这个系数 对 这个系数 好 好 所以它这个 虽然这样子 你看这个 假里亚里斯多德看到一个这样东西 这个加速 你会发现 你假设比两个终端速度的话 这个似乎 似乎这个质量大的东西 对 质量大的东西的话 假设通常这个空气阻力系数也很难说 是一样 这个 这个你通常有可能看到这个 这个越重的东西 它的速度 对 它看到是一个终端速度的这样的情形 所以 它就会以为 这个越重的东西 这个 下去的越快 越快 那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知道这个 假设我们看它这个Z坐标 假设在Z 这个是它的这个Z坐标 那我们还可以求它的这个位置函数 对 那我知道这个 BZT 假设是这个 它的Z坐标对 这个时间的为分 对 在这边的话就是这个 BMG P 对 那我们这个Z坐标怎么样呢 我们知道它的为分是这样 好 那我就把它做积分 对 那我这个Z T' 减这个Z0 好 这个是等于 这个积分 对 这个 这个 这个积分的话 你就把它这个 做起来就是了 对 这个是B分之AMG 0到这个T' 那其中这是一个常数 对 常数基本很简单 就是这个 这个常数的积分的话 就是T'减0 对 然后这个BMG的话 这个 那BMG的话 就是负的 对 那这个负的指数 这个积分的话 应该是 等于在这个 把它这个 假设是负A的话 这个积分应该是 负A分之1 对 好 这个是 应该是这样 对 然后指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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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 指数 是这样吗 指数这个 T' 对 然后 这个减1 对 T'减1 那 这个是多少 这个是 M消掉了 对 我看 这个B 对不起 BEMG BEMG 然后 这样 这个 有 稍微有点怪 BEMG 然后 这个负的 负的 M分之B 是这样吗 好像就 是这样 负负得正 那 到无限大 看看 这个检验 它的这个 到无限大的话 这个是 这个是 1 对 0 对 0 负1 这个稍微有点怪 我想应该是这样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指数的积分 你要会 那 这就是 这个就是 它的一个解 这个 这个一个解 这个解 这样的话 看来 似乎 是可以的 好 那 这是第一个例子 这个 一个受 跟这个 速度 一次方 成 比例的 你可以 回去 做一下 习题 假设我把 这个 空气的阻力 改成这样的话 我们看 Z方向 看 Z方向 分量 这个 是等于 这个MG 跟着速度平方 之后 这个解 会什么 这个你回去 做习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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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等于 好 你去解 这个 解这个意思 就是要求VZ 对 你求VZ就好了 好 就要求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或者BZ 减BZ0 这个是等于什么 这个做系题 好那 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用到 这个与速度 它受的力是跟这个速度的一次方程比例 那我们这个第二个例子 这个第二个例子 是所谓的一个弹簧 这个弹簧这样的运动 那我假设在一个没有摩擦的这个平面上 有一根这个弹簧 这个弹簧上酸到一个这个质量 这个弹簧或者减斜运动 我们叫做这个叫 那减簧运动是一个非常普遍的 这个 这个物理现象 那你必须要这个彻底的了解 其实刘顿力学里面 最经典的几个就是 一个是简洁运动 一个是 科普勒 这个行星绕日的运动 而且这个不只在古典物理里面重要 到量子力学里面 它依然会再出现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 那假设好 它这个是平衡的时候 它这个是 我们叫平衡的时候 这个位置叫做x等于0 那我们把它这个拉 这个拉到这个 去它这个x等于x的地方 那这个力 那这个力是 这边因为我只考虑它在 一个方向的运动 所以我其实很简单 那这个力是跟这个 它这个位置有关 位置有关 假设这是它在T时刻 这个叫xt的话 这个力基本上是 这个虎克定律 这个 那一般 那我们知道这个第二定律 这个方程式给你是 这个力等于这个 这个vx 对 这个x方向的 这个速度 那其中的x方向速度是 其中的vx方向速度 是要等于这个dtd 它的x方向的位置的 对时间的尾分 所以我可以把它带进去 其实就是加速度 所以你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这个把它带进去 这个质量没有变的话 这个是dt 那xt是它的位置 作为时间的一个函数 满足这样一个方程式 就是它对时间的两次为分 就是它对时间的两次为分 会是它跟它自己很相似 那通常这个问题 你再把这个质量除掉 这是两次为分的意思 那我们下面就定义这个 定义这个Omega平方 我们叫自然震荡的向位频率 这个叫做M分之K 这样子 这个Omega叫做自然的震荡 向位频率 那只要给定这个弹簧的 弹簧常数的话 给定质量的话 这个向位频率 就是一个固定的质 它就是这个系统的一个 特征的一个 刻画这个系统特征的质 那这样东西 我们你把它写下来 这个方程式基本上是这样的 这个值点作为它的位置 作为时间的函数 这两次为分 要等于负的Omega 要解这样的一个方程式 这样一个方程式 你知道我们学过维积分 你就要想一想 什么东西 维分两次 会是它变成它自身 然后乘上一个负值 基本上只有cos跟sine 那然后两次为分 你这个cos 假设我不是cosT的话 是cosOmegaT的话 你为分的话 我就有这样的解 第一 你这个cosOmegaT 会满足这样的方程式 第二 你把它做两次为分 一次为分的话 你就是负的这个 负的Omega 这个sineOmegaT 再把它再做一次为分的话 就是把这个再做一次为分 那这个再做一次为分的话 就sineOmegaT的话 这个再做一次为分 就是Omega 再乘Omega 对 cosOmegaT 就是 所以它满足这样的东西 同样的你 这个 这个 这个sine的两次为分 也一样有这样的特性 也一样有这样的特性 那 这个一般这样解的话 一般这个解的话 你 这个方式有两种可能 这个不同的典型解 对 那你怎么样呢 我再把它这个混合一下 这个 这个cos乘上A 那这个也还是一个解 这个A 把这种解 这个加起来 加上这个B BsineOmegaT 这样的东西 也是可能的是一个 这个xt的解 那我这个最一般的这个样子 xt的最一般的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就把它两种不同形态的这个解 把它 用不同的成分 把它这个叠加起来 这个叠加起来 那我们所有人能这样做的话 是因为这个方程式 是所谓的线性的方程式 那线性方程式很简单 你就是把一个解 你就是把一个解 乘上一个某一个常数 对 那这个解还是原来的解 那把两个不同的解 把它这个加起来 这个它还是解 那这个是线性的 那这个线性的主要是跟 这个维分这个维分的这种作用 是一种线性的作用 有关系 那这个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最一般的形式是这样的 那问题就是 这个A是什么 这个B是什么 对 那这个A跟B的话 这个A的话 你可以从 我们通常 你这个 跟你这个所谓在零时刻的时候 我假设把它这个拉开 然后放手的那个位置有关 那比如说我在这个 T等于零时刻的时候 T等于零时刻的时候 我看 这就应该是X零的位置 对 等于A 乘cos零 对 是1 那cos 乘上B sin零 是零 对 对 是零 所以他就给你这样的东西 那 A就是跟你拉了多长 对 然后放手 这个有关系 那B是跟你在 T等于零时刻的时候 这个 它的 你放手的速度 你有没有推它 还是 还是继续往外走 这个有关系 那你这个把它 这个 微分了以后 你就发现这个是 负的这个 A Omega 对 Sine Omega T 加上B Omega Omega T 对 我们 去 这个 你先把它为分了以后 取值 在 T等于零时刻的时候 取值 那零时刻的时候 这个取值的话 这个A就没有了 对 这个就变成零 只有这个 这个是Cosine 对 这个就是 这个B omega 对 那 这个B omega 所以告诉我们 这个B就等于 Omega分之一 你放手的那个速度 T在等于零时刻的 这个 它的这个速度 那就给定了这个AV 对 那这样的一个解 有时候也可以把它这样写 那这种我们 因为我这个方程式 是一个二次的 我通常需要两个 所谓在T等于零时刻的 这个值 要不然是这个函数值 跟它的这个 一次为分的值 那这样东西 我们通常叫做 这个 你光这样解出来 你这个AB不能决定 对 你要完全决定的话 你还要需要两个东西 好 两个条件 那这两个条件 我们叫做起始条件 这个 这个运动方程式的起始条件 这样就完全 确定了 这个 它的位置 作为时间的一个函数 是什么样子 好 那 接下来 这个样子 你 你可以 这个样子 有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写 另外一种写法 这个XT 为了 不同的 这个假设AB解出来 对 那我们可以把它这个配方 这个 这个 A平方 B平方 除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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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号 这个等于没做 对不对 一层 一层一除 这个 加上这个 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三角形 这个 A 这个 A 好 这个 这个是这个B 对 那 这个橡 橡 这边斜边是这个直角 对啊 斜边就是 根号这个A 那我知道这个A除掉这个是cos in alpha 那然后这边是这个B是这个sin in alpha 所以这个东西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这个可以把它写成这个 这个是cos in omega t 减掉 alpha 乘上一个这个是它真正的这个正负的大小 那你也可以假设这个叫beta的话 这个beta的话这边是这个sin in beta 这个cos in omega t 这个你可以把它写成一样 有不同的写法 这样的东西 那这两个角的和弦是二分之趴 那这样的拳法这个对我们以后有用的 这个有用的 它也是另外一种解的表示的办法 这个解的表示的办法 那这是一维的东西 那这个一维的东西 哪一个 这个sign 谢谢 有错就马上告诉我 通常这个手跟心不合一 那这样形式的东西会在很多的这个里面一再出现 特别是这样的一个方程式 这样的一个方程式 这是一个原始形态的一个方程式 我们可以再讲一个例子 可是我就到这边为止 我先到这边为止好了 我们先休息 休息十分钟 你假设微积分还没有这个练习好的话 你这边就已经开始 有这个 有这个微积的迹象 那 我们看 这个形态的东西有很多用处 其中一个就是在一个均匀磁场 我们知道一个电荷在均匀磁场里面受的这个磁场的作用 那一般来讲都是走一个圆形轨道 或者是一个螺旋形的轨道 那这个螺旋形轨道我们是可以这个仔细地求出来 那我们这个假设这是磁场 一个均匀的磁场 我们假设它是沿着Z方向 那一个带电荷 一个某个这样Q的这样东西 这样子射入以后 然后基本上是 这个射入以后 它基本上会走一个 应该是不太好画 是一个螺旋形的 那假设没有沿着Z方向的速度的话 它就会变成一个圆的轨道 那把它整个投影下来 基本上是个圆形 那这个轨道怎么求 可以从这个 可以从这个牛顿第二定律里得到 那我们知道牛顿第二定律的话 这个 我们现在用它的向量形式 这个是三维的 那在这个磁场里面 我们知道受它受到螺旋之力 螺旋之力的话 是这个Q 这个V 跟B的外积 B的外积 我们现在把它 三个分量 这个写出来 那三个分量写出来的话 我们这个 那三个分量写出来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 我们看 它的X方向的分量是什么 X方向是B0VY 这个 这个EX 那我们把它三个分量写出来 那X方向的例是什么 X方向是B0VYT 其实这都有T的函数 QB0 这个QB0 对 BYT 那 这个Y方向的例子 Y方向的例子 是负的B0VX 对 那Z方向是呢 Z方向是零 有一行零 对 这是零 对 第三个方向是最好解 对 这个BZ 这个BZ T-BZ0 是个零 是个零 对 零的积分 还是零 对 就是 它是个常数 就是 对 那 比较麻烦是 这个BX维分以后 变成这个 那 这个维分以后 又变成VX 对 而且差一个负 不过没关系 这个 这个 反而是很好 对 那 我们先把M除过来 M除过来 好 是 对 好 負的 那我們還是定omega 叫做omega 在這邊是mq 这样的一个数 这我们叫做回旋加速器的 回旋频率 回旋向位频率 回旋 那你这个马上就 这个马上就叫做omega 这就很好解 它微分变成它 它微分变成它 差一个常数 那我们就把 第一个再微分一次 这个 这个叫做第一 把两边作用 这个就是dtd vxt 那微分一次 这个omega 再微分一次又得到一个 所以这个 你把它做两次微分以后 这个 这个再微分一次 这个两次微分 这个两次微分的话 会等于什么呢 会等于 你再把它微分一次 对 再把它带入 又跑出一个omega 这是负的omega 平方 负的omega平方 这个 这个我们马上会解 对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 什么函数 把它 微分两次 是它自己的平 这个自己 乘上一个负的 omega平方 对 那这样方式 解出来的话 这个vxt xt也许我就用 用这个来表示 用某一个 这个 某一个大小 乘上这个 sin omega t β 这个 这个我们就叫它做 说 a 对 然后sin omega t 加β 这样 对 那 那你当然也可以 第二个也这样 我们不要做两次 因为这个 1跟2之间 vy是有关系的 对 你这个vy 把它 这个 这个vy 你马上就可以 把vx求一下 你就知道 对 这我们是从刚刚的经验 对 那vy呢 vy等于 这个omega分之一 那这个把它 对时间为分的话 就是cos 对 cos 这个 然后omega 消掉 对 a 那下来 好 那这是它的 这是它的这个 这个a 那这个a的大小是多少呢 好 a跟这个α β都可以 好 你看 通常我们知道在这边 你把它加起来 它这样解 你把它加起来 对 平方加起来 vx 平方t加vy 平方t 这个你看 这个是就等于什么呢 它都有相同的 这个β 所以就是a平方 对 这个在任何时刻 它的x方向速度平方 加上y方向速度平方 都是一个定值 对 那这个定值 那你就用这个零时刻值 带进去就好了 对 那另外 这个我在零时刻的时候 这两个的速度的比 对 就是 这个 这个vx vx 这个sine 对 好 那这就是 tangentβ 对 那tangentβ值也可以求得 对 这个 这个是这个x 这个by 这样 对 好 那 另外 这个β可以求得以后 那这个vx vy就决定了 对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看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它的位置 它这个轨迹是什么 好 我 我知道这个 这个xt 减这个x0 是等于这个 这个 这个我知道是这个vx 这个vx是多少呢 vx是a sine 这个 Omega t 加β 对 那这样 这个 这个 这个积分很简单 对 这个积分很简单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a 负的 对 负的 这个 负的 这个 这个cosine 对 这个 Omega分之1 a cosine Omega t 加β 对 减掉 这个cosine 这个0 对 0 这个 这个β 对 是这样 同样的 这个yt 同样的这个yt 这是cosine的这个 对 所以是Omega分之a 这是 这个 这个把它 这个是 这个sine的 减sine β 然后你看 我们把这个数 搬到这边 这个你看 这个 这个 这个数 负负得正 对 正把它搬过来的话 就是 把这个 后面这个常数 这个 你把它 这个负的a cosine beta 对 这样的东西 加起来是 负的 Omega分之1 a cosine Omega t 对 那 另外 另外 这个 yt 减y0 那 这个是 负的 这个把它正 对 这个是 等于 Omega分之a 对 这个 sine Omega t 加负的 对 那 你把 这两边 平方 对 你把这个数 看作 把它合起来 对 把 这个东西 看作一个数的话 那 这个显然是 一个圆的圆心 对 因为 这个平方 加这个平方 等于 Omega平方 分之a 对 好 所以 好 所以 假设 这个半径 这个是 圆点 对 这个把 减掉 减掉 这个加上 这个 对 这个 减掉 这个 好 这是 圆点的 坐标 对 好 那 半径呢 这个半径平方 把它平方 就是它的这个 这个半径 对 好 那这个半径 是多少 半径平方 是a平方 加 除掉 Omega 对 好 所以 这个 它的这个 轨道半径 这个半径 原心当然是 这个位置 对 好 这个 轨道半径 R的话 R等于这个 R等于这个 Omega a 对 那a其实是 它的速度的 这个 是两个方向 它的这个 速率的大小 对 这个速率的大小 所以 这个东西 特别 假设是 这东西 这个VZ假设是 VZ0 这个 VZ0假设是0的话 假设没有沿着 磁场方向的 出速度的话 那 这个轨迹就是一个 圆的 这个 是个圆的 那 假设这个 VZ0 不等于0的话 它的轨迹就是一个 螺旋 这个螺旋 所以这个可以用 这样形式的方程式 解出来 所以 这个是很有用的 所有这种 周期性的解 到最后 都可以画成 这样子 所以 那这种 就是cosine跟sine的 可能就是cosine omega t 跟sine omega t的 这个组合 这个组合 那这个完了以后 我们再看一个 就是 假设我是一个 二维的 二维的 这个 简洁运动 那这个二维 简洁运动 你可以这样子 我可以把一个点 用四根弹簧 绑在一起 那这个每根 弹簧长度一样 弹簧的 这个 弹性系数都一样 弹簧系数都一样 那 这样绑在一起 那把它固定在 一个框上 但是这个 跨在框上的 跨在框上这边 这个是用一个 可以滑动的 这个可以自由 没有摩擦力的 滑动东西 这个无摩擦 它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滑 所以这个弹簧 永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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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是垂直 这样的东西 它不能有 这个横方向的力 假设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这样的东西 我们把它 这个方程式写出来 这个假设 这个方向是 这个我们叫它 这个是 假设在平衡点的时候 它正好是在这里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们叫它 作为X0Y0 那我假设把它 这样拉到这里来 对 那它这个弹簧 这边压缩了 对 这边伸张了 那 这个 这边 这个 这样子 那它这个手势的力 是什么 跟它离开 这个平衡点的 这个位置的 X方向 我们把它 X方向力 这个 X方向加速度 是跟X方向力 它差不多是 这个偏离 这个中心的 这个 假设现在 它的这个位置是X 这样的一个坐标的话 那 它的这个 它所受到的力 大约是 这个 一根弹簧的两倍 那 一根弹簧两倍 我也叫它做 K就是 原来的 我就说 每个是 二分之一K 这个 每个弹簧 是二分之K 那两倍 就是K 那跟这个 跟它这个 压缩的 这个偏离 这边压缩 对不对 这边拉长 X 所以是两倍 对 所以是负的 那 这个 这个Y方向的话 KYT 同样 这个Y方向 这边压缩 对 这边拉长 那 或者 我们把它 这个位置 我们把它当作 圆点的话 这个 这个我叫它做 这个我的RT 对 镜像方向 这个RT 我把它写成 这个RT 我把它写成 那这个虽然在平面上 但是我们 不需要用极坐标 最简单的 因为它 这两个方程 是 是一样的 对 这个X方向 跟Y方向 这个完全是一样 那这个X方向 我们看 这个XT的话 我们刚刚已经会解 对 那 我们还是叫 这个 我们还是叫 这个Omega平方 等于 这个M分之K 这样的话 这个解出来 我知道它是 某一个 这个A Acos 加上这个 加上某个夹角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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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叫 这个Delta 好了 那 YT的 YT是 某个 这个Beta B 这个Sine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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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Gamma角 这是它最一般的解 最一般的解 那 我们看 在这边 我们可以马上 这一般的解 有 有满足 这个面积率 那面积率在这边 怎么算 我知道这个应该有个 这个 速度VT VT 那 这个RT跟这个VT 做YG 虽然我现在都是一维的 对 我可以把它想象是一个三维的向量 对 那同样 这个 这个VT 它这个 速度向量 我马上就可以知道这个 那 我们要记得这个YG YG是什么 是这个平行四边形的 RT跟这个VT所形成的 平行四边形面积 对 这VT 你就把它做一个 这个平行四边形的 对 那单位时间少过面积 就是这个平行四边形面积的一半 对 好 那 所以我马上可以知道 这个 二分之一 我们用到这个YG 是一个面积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的概念 对 好 这个大小呢 这个大小我们看看 这个 它X方向是这样 对 那X方向是这样 对 A 这个X对 X走标 A cos omega t 加Delta 对 那 EY的话 是B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写的 样子没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说为了下面这个讲解方便 你把它这个做一做 做一做这个 它这个X方向速度是什么 X方向速度就是 这个的维分 对 这个维分 那这个维分是什么呢 这个负的A Omega 对 这个负的A Omega Sine Omega t B加Delta 对 那在这里的话 是这个 这个 这个是B Omega 对 然后 B Omega Cosine 对 这个0 对 那这个唯一不等于0的这个解释Z方向的 对 那然后你看 这个A 这个是Cosine平方 对 减这个负号 对 所以正好是Sine平方Cosine平方 对 所以这个是AB ABOmega 对 好 ABOmega 然后 二分之一 对 这个Z方向 好 Z方向 对 好 这是单位时间少过的面积 这个单位时间少过的面积 好 这个跟这个 这个 等一下 这个稍微有点 不太对 等一下 这个 这个把它 微分以后是Sine 对 这边是Cosine Cosine 对 这个Cosine Cosine 对不起 Cosine Cosine 所以是什么 两个Omega t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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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它变成这个 是Cosine Cosine Cosine Z次方 对 好 这个是角合差公式 对不对 看得出来 对 好 所以 这个 角会影响它 这个单位时间少过的面积 对不对 为了简化起见 为了简化起见 那 你看 这边 这个单位时间少过的面积 跟时间没有关系 对 这是个定值 所以单位时间少过面积 是个定值 这是个定值 对 与时间无关 对 这个 所以并不是一件什么特别神秘的事 在这个问题里面已经有 对 好 这是单位时间少过的面积 对 而且很容易就求出来 对 这是大小 对 所以你看 这个 这边就是一个外积的应用 对 好 那下面 假设 我们 这个 delta 伽玛 都算是零度的时候 我们看这样子 这个不同的时候 当然也有可能是零 对 delta 减伽玛 是 这个 二分之π的 奇数倍数 对 的话 这个面积就是零 对 那面积是零什么意思 你假设这两个相位差二分之π的话 这个 差二分之π的话 它又变成 cos 这个 加伽玛 加二分之π的话 这个又变成sine 对 那这样就是一个 相当于一个直线 对 就好像你这样拉 这样拉 然后我 起始速度给它 这个同样方向 往 向心的方向 对 所以那样少不出一个面积 对 所以这样有可能是零 对 这个 当这个 有可能是零 当delta 减伽玛 等于二π的 激素倍数的时候 它这个少出面积是零 而且这个形状很容易证明它是一个 一个椭圆 那我们 好 这个一般的形状 假设不是这个 delta 减伽玛 是二分之π的整数倍数的话 它一般来讲是个椭圆 这个轨迹一般是个椭圆 那椭圆 假设它的这个 跟这个xy 这个不是 不是摆得端端正正的话 我总可以把这个xy轴重新 这个重新调整一下 沿着椭圆 长轴 我叫做x' 对 沿着短轴 我叫y' 那 好 那就 这样的问题 你可以去证明它 这个一般的 你可以回去证明 它这样的轨迹 画出来是个椭圆 假设 delta 减伽玛 不等于零的 不等于二分之π的 这个轨迹 轨迹 轨迹 好 是一个假设这个 delta 好 轨迹是椭圆 好 所以 所以椭圆并不难 若 delta 减伽玛 不等于二分之π 成一个这个奇数 这个 成一个奇数 n是一个整数的话 不是这样形式的话 这个 如果这个不等于 不等于的话 它是椭圆 这个很容易证明 而且 假设它这个椭圆 不是端端正正的话 放在那里的话 总可以把它摆正 那摆正以后 这个 摆正以后 这个 我可以把它重新写成 这个 我们可以把它重新摆正以后 比如说 我这样画出来的一个椭圆 假设是 这个轨迹 对 这个 那我当然知道 这边是 这边是A 对 那 这边是B 对 那我可以把它重新摆正 摆正的话 这个方向我叫X' 这个方向叫Y' 这个高中也许你们学过 也许没学过 这个你把它转一个角度就好了 对 那这角度是多好 你可以去想办法把它做出来 那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X' Plan T 对 那这边 这个我叫做A Plan Cosine Omega T 这样子 样子 Y' T Sine 这个是一定做得到 对 好 这个一定做得到 好 那这样的话 我马上就可以计算出 它 这个 这个马上我可以知道 它是椭圆的话 它可以写成A'平方 对 这Plan不是微分的意思 这个等于1 对 那而且我知道 它单位面积 单位时间少出面积是多少 这个同样我们去算一算 刚刚把这个 这个算一算 是这个单位时间少出面积 好 少出这个 这个 应该是12分之1 Omega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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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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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对 因为它这个夹角正好是 是 差是0度 所以是1 对 是这样多 对 那 那 单位时间少出面积是 单位时间少出面积是这么多 这个 跟时间没有关系 这个 好 那 它周期呢 周期也很好算 周期 这个 绕一周的周期是多少 你单位时间少出面积这么多 这个周期是椭圆面积 对 周期是椭圆面积 除掉单位时间少出的面积 对 同源面积 除掉这个 除这个 那 这边 这个 这个 它周期跟 这个 你看 这个 这个 椭圆面积 除这个是多少 这个 好 设这个 这个 这个 Pi A' B' 除掉这个 消掉以后 这个就变成了2Pi除掉 2Pi除掉Omega 那Omega这边是跟 只跟这个 Omega这边只跟质量跟弹簧这个系数有关系 其他没有关系 跟这个轨道的大小没关系 不管你什么样椭圆 它的这个周期都是 这个周期都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与椭圆形状无关 的 这部门叫做 有关系的 特寧的 好 这个 这部门叫做 与椭圆形状无关 这边 是个椭圆 椭圆的中心在 立的中心 立的所指向 这边 收集与椭圆无关 立在椭圆中心 立的中心 立的指向 指向椭圆的中心 立是指向椭圆的中心 立的样子 这沿着 kx ky的方向 立指向椭圆的中心 指向方向 是椭圆的中心 那这根 这 其实 其实 这个椭圆形状轨迹 在力学里面 其实出现只有两种情心 一种是行星绕日的时候 那另外一种就是这样 那这样时候 它这个 这个 绕一圈的周期 是跟椭圆形状无关 立的指向是椭圆的中心 那跟这个 科普勒的椭圆是不一样的 那科普勒的椭圆是指向这个焦点 对 这个 而且它的这个周期跟形状是有关系的 所以 但是 这个椭圆已经第一次出现了 而且这个椭圆也有面积率 对 而且 有这个单位时间少过 所以很相似 但是不一样 那么 这样 那下一个 下一个问题我们就直接 直接攻顶 就直接就做这个 解这个行星绕日的问题 也许我预告一下 我们可以这个 那这是牛顿力学里面最高的成就 我们必须 放入比较多的心力 第一 这个行星绕日的问题 那这个因为科普勒 贡献最大 我们通常就叫科普勒问题 那我们记得这个科普勒 这个科普勒 这个三大定律 第一次 椭圆绿 行星绕日的轨道 轨迹是形成一个椭圆的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跟刚刚那个 就是它是以焦点为中心的 也这个太阳在 以太阳在 焦点的椭圆 不是以这个椭圆中心 太阳不在椭圆中心 太阳在这个焦点上 第二是单位时间 少过同样的面积 以这个太阳为中心 这个单位时间 少过的面积 单位时间 少出相同的面积 好 见 太阳 了 太阳 了 来 第三是 绕日周期的平方 与 椭圆半长轴的三方 绕日周期 与椭圆半长轴的 关系是 是这样的 A 中间有一个T三方 T平方 正比于A三方 这样的一个东西 其中 这个椭圆我们在这边已经见过 这边我们已经见过 比如说 你在这边这样一个情形 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 你回去试试看 这个椭圆假设是这样的话 它的距离中心RT的话 是什么呢 这个假设是CTA T的话 这个我们很容易知道 这个我们用这个例子 我们不用去算太麻烦的 这RT是在根号 这个 对 然后这个假角呢 跟它这个假角 这个假叫CTA T的话 这个CTA T的话 是Tangent反函数 对 X' 这个Y' 那你去证明 它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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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时间少出面积是这样 用什么证明呢 用这个二分之一 我们说过 我们在几座标的时候 说过这个二分之一RT平方 这个DTDCTA T 你证明它等于这样 我们用这样子解 你去 这个是 我们刚刚很容易 对 这边用直角坐标 你用这个向量YG 很容易就得到 那你现在再去做一遍这样 这样子 这个要检验你的微积分的技巧 你假如它做不出来的话 你微积分就有问题 那 这个 这个椭圆 并不是一个很稀罕的东西 这个在两千多年前 古西亚人 Aponenius 就已经发现了 这个所谓的圆椎曲线 但是在我们这个国会殿堂里 确实很稀罕 对 你记得不久以前 这个教育部长 就受到立法委员的质询 就说你高中生为什么要学椭圆 对 那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 这个椭圆就在这个瓶子里都有了 对 这样一个是一个 是一个圆锥 圆柱形的东西 对 这个水面跟这个圆柱形 就形成一个 这个香蕉的这个就是一个椭圆 对 你要什么 这个离心率都有 对 只要你可以把它斜到够斜的 对 好 那 阿波罗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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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造物者也不会放过它 就一定要用到它 因为它是一个美妙的东西 那我们下次再讲 它怎么去了解椭圆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先预告下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